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查了一下中文叫乙醇酸 然后这个凝胶我记得是在中国是没有上的 所以我要回购的时候我在中国的那个 哇 几间店还找了很久 就差点是买错了 就要注意一下这个是purifying cleanser 就不是国内上的那个simply cleanser 就要买这个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代购 然后它在美国的售价是60几刀我记得 找了个代购买是300不到 为什么我找代购比在美国买还要便宜啊 我不会买到假货了吧 我会有点难过 看300已经算是卖的贵的了 应该不会买到假货吧 我觉得这个产品好用是因为它洗完之后 控油还蛮强的 就是感觉会有一种毛孔被清洁的感觉 但是它在控油的同时不会说给你皮肤有一种紧绷的感觉 然后又因为这个牌子挺让人信任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用它 然后我现在又回购了 但是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不要买错版本了 它是purifying cleanser 大家要认这个英文就不要去看那个中文的翻译哦 接下来这个产品呢是这次开箱里 唯二的护肤类产品 是一个清洁面膜 因为我最近闭口也很多 MB的清洁面膜 然后它是我就是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代购 给我推荐的 它就是说在它这边收到的反馈都还不错 然后我最近就刚好想买一个清洁面膜 就想刚好试一下这个行不行 其实原来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它挤出来是这样子的质地 白绿色的感觉 抹上去竟然是滑滑的 有点像乳霜 然后没有颗粒感 好香呀 嗯啊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啊今晚就敷一下你 但是它那个香味就还好 就是不是那种一闻就很廉价香精的味道那种香 就还是蛮高级的药香 好了那么讲完两样护肤的产品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美妆环节 我们先来看两个四色盘 分别来自Benefit和Bobbi Brown Bobbi Brown这一盘就是最近火的不能再火的天际霓虹 哇哇哇 这里面是四个眼影的亮片色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里面的四个颜色分别是 Overheat Moonstone Hit Ray和Metal Rose 我觉得这盘还是挺值的 因为平常它这个单颗就还卖挺贵的 然后这整一盘我买来大概是550多 也就是说一颗也就100稍微出头一点点 就真的还挺划算的 而且这个颜色真的都很好看 咱们来试一下 瞧一瞧这四个亮片色 超级好看 大家快去买这一盘呀 接下来Benefit的这个修容盘 其实说实话我就是纯粹简陋买的 因为它真的是超级便宜 它在打折 里面的颜色呢 就是中规中矩的这四个色 然后是Benefit家最热门的四块 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盘呢 我就还蛮推荐新手的 对于化妆品的质量品牌有一定要求 但是经费又不是很够的 学生挡门的 因为Benefit怎么说呢 它的品牌质量 产品质量是摆在那里的 然后这一盘呢 有属于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接下来呢 是两盘大一点的眼影盘 分别来自 Too Faced和这个 猜猜来自什么品牌呀 这个包装 没错 这是Kaleidos 真的包得好好 这个包装我从三楼宰下去 估计都不会碎吧 我们先来讲一讲Too Faced好了 这盘是他们家的Born to Run 其实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吧 只不过我真的是很久了之后才收到 真真正正的是每个颜色都可以用到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色度啊 是不是还蛮不错的 虽然没有说是特别惊艳吧 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做到了 就是他们家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发挥 再加上这个配色 所以我觉得这盘还是平常日常 也是比较值得入的一盘 这盘里也非常人性化的 把几个打底色都做得非常大块 然后里面的有几个珠光色 也真的是超级亮 用来点缀眼头也会很好看 反正这盘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接下来来拆一下Kaleidos家的这个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ogether we can make the future of makeup bright 哇 里面是这样 我怎么感觉我买的这几盘眼影盘 好像都差不多是一个色的 这一盘里面长这个样子 其实这盘里比较吸引我的 是这两颗高光色 它这个亚光色在手上的显色度也是很绝 就是那种糯糯的粉质 然后这个高光色 好亮啊 它看上去其实是粉粉的 其实上手是有一点点绿金色的偏光 然后这个看上去金色的闪片珠光色 上手之后其实是粉色的亮片 好看吧 Kaleidos家的东西真的是可以 本来他家的那个眼影盘颜色可能有点稀奇 古怪 现在他家也出日常盘了 姐妹们快点抓紧时间下手吧 接下来呢又是两盘眼影 这两盘眼影可以说是老网红了吧 因为真的火了太久了 我买的这两盘颜色分别是 Exaggerize和The Bella Sophia 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在视频里看一下这两盘的对比色 我知道有挺多人在纠结这两盘的吧 我觉得这个Bella Sophia 其实它更适合秋冬一点 因为它整体的色调其实有点偏烟熏色 Exaggerize左下角的那个珠光色真的太绝了 它有一点点像Bobbi Brown的Moonstone 我觉得这颗珠光色好像就有点可以击败Bella Sophia这一盘了 但是如果大家对珠光色不感冒 大家纯看颜色的话 可能Bella Sophia这盘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珠光色的话 Exaggerize可能就更是你的菜了 接下来也是两个小眼影盘来自韩国品牌Roman 色号分别是暖色调的03和冷色调的02 这两盘的颜色都属于蛮日常的那种 然后粉质也还是蛮细腻的 但是相比之下呢 它每颗眼影的延展度做的不是非常的统一 有几颗会感觉色一点 然后总体的话延展度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结合它的价格来说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两盘里面的两个珠光色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纪凡希的一个散粉 但是它是一个限量包装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是细看会发现它那个印花不是蕾丝 而是一个像打印图片一样的东西 我以为会是那种蕾丝 就真的蕾丝在上面 有一点点失望 不过反正也只是拿来看看的 接下来是一块粉饼 是makeup forever的这块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1 我买它是因为觉得就是被身边那个朋友安利了 就本来我是觉得好像没啥必要 但是用了它的之后觉得好像 确实还可以 里面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块粉饼 但是我觉得它带出去补妆什么的 应该会挺方便的 接下来呢是三个睫毛的产品 分别是kiss me的这个睫毛打底和这个睫毛膏 还有一个clio的睫毛打底 先来讲kiss me的这一套吧 这套其实我也不想多讲 就我一直在用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用 就我每个视频都在用 clio的这支呢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它 然后也是那个代购给我推荐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刷头好了 虽然今天不能上演 它是这种很小的刷头 哎我觉得还蛮好的 有点想试试看了 这种小的刷头 我觉得用上去就还蛮舒服的 就不会粘到眼睛旁边 下次试试看再给大家做报告吧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后的部分了 就是这一大堆的唇部产品 我真的买了贼多的唇膏和口红 我就分品牌来讲吧 先来试一下cucci的这一支208 它的包装真的好金贵哦 真的非常的cucci 它的颜色就是那种奶奶的珊瑚色 不能说是很惊艳 但是确实也还蛮好看的 它的质地也是那种四绒感蛮强的 是那种哑光的质地 接下来的几支来自Roman的 是它家的一个小套盒和果汁唇釉 这个小套盒还挺可爱的 我买的是暖色调的小套盒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小套盒的颜色 这个红红色好好看 有点像枣泥色 唇釉07 这个唇釉它看上去是很干的质地 但是它是那种又干又丝滑的感觉 有一点像唇泥 但是它比唇泥要稍微不干一点 好喜欢这个质地 接下来试一下Roman的这支 果汁染唇叶17号色 它其实是那种偏低饱和的梅子色 然后涂两层它就会比较浓一点 涂两层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我发现Roman的这个染唇叶的效果 确实是不错的呀 虽然颜色很好看 但是好像真的会很染唇的样子 我本来还想上嘴试一下的 但是我怕上嘴试了之后 等会再试别的颜色就不准了 所以还是不上嘴试了吧 接下来呢是四支Into You的唇泥 这个品牌最近也是火得不行 然后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泥状的质地 然后它的质地 其实不是那种纯干巴巴的泥状 它是那种干润干润的质地 我入了四支色号 分别是04 05 07和08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我觉得这种质地就是应该是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讨厌的人会很讨厌的那种 它质地虽然很干 但是它抹得非常开 我也看到网上有博主 把它用来做腮红什么的 04这个颜色的话真的超级女团 它就是有一点像牛血红 然后涂上嘴我觉得会超级显白 然后05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比较偏韩细的裸色 就是那种淡淡的粉粉的颜色 我觉得可以拿来叠图 灵溪这个颜色其实还挺妙的 薄图可以说是一个很淡的颜色 但是把它叠图之后 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深的枣红色 然后08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像是加深版的04 这四个颜色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而且这个牌子还挺便宜的 我觉得回头我就要去all in了 接下来这些也是纯泥 然后也是一个国货品牌 是黑Q的 它里面拆开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的总体粉感 要比intu you的纯泥要粉一点 就是可能鼻起intu要更干巴巴一点 但是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也是蛮好抹开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 我发现好像还有最后一个产品 是Zen的一支纯油 然后我买的是白桃味的 它竟然是玻璃瓶包装的耶 说实话它的味道 乍一闻是白桃味 但是没有那么的好闻 有一丢丢的塑料味 但是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大刷头 还是蛮深得我心的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购物 分享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帮我一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